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要投资台湾 依据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的办法 里面有些限制 包括独占寡占 文化上敏感性 国家安全 经济发展 金融稳定等等的限制 那这些限制 资金区里面也会有 大陆的资金来台湾的资金区 投资 谁来决定 是不是独占 谁来决定有没有敏感性 谁来决定对金融稳定 有没有不利的影响 谁可以保证 如何保证 这个决定能够真正做到严格吧 首先 因为上面刚刚有些细节 我就不讲 但是政府中间对这个 录资来台 这个中间它是有一套 审核的作业方式 中间是会有各部会参加 甚至包括国安单位的人参加 针对它这中间 可能对国内的经济各方面 产生的冲击 中间它会加以评估 所以这上面 它其实 我们并不是今天才有录资来台 我们本来就有 但我这边可能要特别说 这个问题啊 再我来看 它不是一个讲 我是跟示范区 它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 是 示范区就像我刚刚讲 它不是一个在对的录资 可是国内 开放录资来台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像过去 大概录资来台中间 大概也是有六成能够通过时刻 就是 政府中间还是有一套筛选的机制 用这个方式来评估它在经济上 国安上的可能产生的影响 所以筛选的主管机关是哪里 是经济部 是经济部筛选 所以让它有联系会议 它有各部会参加 在经济部主导嘛 它找相关的单位来 包括国安单位都有 所以在资金区里面来台投资的 也是一样 也是由经济来 来做主管 那过去的经验是60% 当然不是一定要比例 但是过去经验 所以绝对不会是说 人家来就一定放人家来 没有这样的事 是 所以 因为大家都会担心说 政府在这个把关上面 会不够严格 那对政府来讲 你要怎么说服人民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排除了哪些 是没有让人家来的 我觉得最重要像 对 国家安全有关的 那是一定绝对排除 对公众安全 然后 我自己认为 还有一些东西 其实是关系到 比如说供应链 或对整个 国民健康等等 有关东西 其实都是在排除之链 它不会让这些东西 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稳定 也不会影响到国家安全 是 但人民怎么办法监督到 他怎么知道说 到底有哪些 我们放进来了 哪些我们 我们可能没有合准 大家看得到 看不到这个资讯 我相信应该是 经济不算应该是看得到 在他们什么时候 困难上面有公布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 可以直接上去查 说有哪些人 哪些资金有 放人家 我这个可能真的要澄清一点 就是 大家不要认为说 政府好像永远都关了 每一堆人 偷偷摸摸在做坏事 不是这样子 所有的事情 现在没有人敢藏起来 该公布的事情 一定都乖乖乖公布的 不敢逃的 是 所以如果有人有疑问的话 可以跟经济部这边 找出资料 它都是公开的 它甚至连 它要开放什么行业 哪些内容也是可以 都事先已经公布 而这个东西 本来就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是有一个许可办法 对 还有开放什么项目 它每次会检讨 比如说 这是我开 原来开放了50项 也许隔了半年 一年 它又再加15项 但这个东西 全部都会公布 而且这中间 全部都是会跟业者协商 大家也都同意 不是政府自己关 他们自己搞的事情 所以大家主要注意 就是经济部主管 要资料跟经济部一样 如果觉得他们做的不好 当然也是监督他们 给进步压力 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问题来问 第一个问题是说 有没有证据证明人民支持 我们加入TPP跟RCEP 而且这是跟国际接轨有关的 因为政府一直说到国际接轨 那就算我们真的要跟国际接轨好了 资金区的这个政策 跟国际接轨的关系 它的效果到底有多少 这是个好问题 其实我们过去 早到2012年 政府就有做民调 其实民众已经显现 超过六成以上 是支持我们 藉由参与这些 包括TPP之内 加入区域经济的整合 其实大家注意到 前两天有一个媒体 他已经跟美国的CSIS 就是企业战略协会 我们在受调查的11个国家中 我们是所有的百分之百支持 我们参加加这个国际 参加哪一个协定 就是用加入这些区域 然后我再说一下 资金区对于国际接轨的好处就是 首先它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说 因为有示范区 就可以加入这个东西 但我首先要说明一下TPP或尔赛 这个东西它不是有一个清单给你勾 说你做到什么就是 它中间是拿成东西看我们自己 在开放上的路 所以我们这次在示范区中间做了一些过去几乎不太碰到的一些法规松绑的事情 其实希望借着在这上面 能够示范给 让国外的人可以看到 我们对开放上是有想法 也有做法 但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保证 说我一定会有示范区 就一定可以这样 但我们希望借着做这样子 让人家看到我们已经在朝开放 把规松绑的上面再努力 希望一直得到这样子的国际的认可 我特别要举越南当例子 因为越南其实在开放程度上是远远落后的国 可是为什么它会在TPP 原因就是我跟美国资深官员谈的时候 他就说因为越南过去几年来 他们在开放上做了非常大幅度的努力 所以被他们认为是一个考虑在 愿意放在TPP中间 所以这上面不是说我们有哪个清单可以去检查 而是看我们自己愿意多做 证明我们在市场开放自由化上的努力 这个跟其他国家的类似的制度可能也会有关系 我们待会后面会有机会让诸位来回答 那这个问题的第二段是跟主权比较有关系的问题 他就说这个条例草案就是资金系列条例草案 是中华民国的条例草案吗 就是说这个草案的主体是中华民国吗 然后呢这个草案涵带的范围包括包含中华民国大陆地区呢 还是只有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呢 大陆人士是不是外籍人士 为什么KT特别人 我先讲前面两个好不好 这个草案的定性的问题 第一个你问我是不是中华民国的法律吗 我说当然是中华民国的法律吧 当然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 还有我们的法律中间外籍跟陆籍是分开的 当我们上面写外籍 没有提陆籍 陆籍就是害除了 是 当然是中华民国的法律嘛 然后只包含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嘛 知全办 不包含大陆地区嘛 对 依现在的这个宪法的规定是这样子的 那大陆人士师傅我完全刚刚讲过了 其实在法令上是分开的系统 对于大陆人士 陆籍的人士的规定跟 法律上本来就是这样子 都分两套的 是 那他为什么可以用特别法的方式来做 为什么他可以高于其他的不那一般法令 其实原因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法规中华自由化 一种做法就是每一条法律都拿出来修 那统集起来大陆数十项法律 那这个矿日费时几乎做不到 所以再用一个特别条例来统合这上面 排除那些法律的适用 事实上这事情变得比较好做 那过去的法律上面 其实包括我们什么治水啊 还有一些其他上面 其实都有类似 都是有一个特别条例 包括科学远区都是有特别条例 所以不是因为对这么大陆 还是特别用这个条例 我一直在说这是个国际 绝对不是只对大陆的 大陆只是我们终于一小块而已 所以过去自由港区的部分 也只有特别条例方式处理吗 是 因为它是比较类境的概念 对对对 OK好 那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样 第三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单纯 为什么两岸协议建筑条例没有过 感觉起来这个意思 我猜他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两岸协议建筑条例没有过 代表两岸协议事实上还没有办法生效 那两岸协议没有办法生效的话 市府中资就不该来 那你资金区却没有限制中资来 这种可能性 我刚刚已经说 其实我们早就开放的路质 可以来才做一些投资 只是可以投资什么是受到严格关系 所以本来路质就可以来 所以本来就没有什么限制 限制了它某些投资的页别 并没有因为有了自由经济示范区 这些页别就可以改变 事实上经济部 针对这上面它做了一些调整 它也一定要等到 我们的这个示范区特别条例通过 之后那个东西才会生效 就比如说大家齐头并进 该修此法我同时要做 但是你这边不通过 我那边也不可能可以改 所以这上面没有影响 还有一点 示范区自始至终 我一再强调它不是一个两岸的东西 其实跟两岸结合条例是没关系的 大家比较重视两岸的部分 但另一个意思就是说 现状底下其实有一部分的 入资在某些项目 它是已经可以来台投资的 那在资金区也持有这些项目可以 那现状没有的资金区也不会 多人没有 所以我跟你讲 大家现在注意到 原来不让进来的东西 现在还是不让进 原来可以进的才能进 大家简单讲就这么说 接下来这问题其实跟刚主委 回答的一部分有关 对不起 先这个好 先这个 中国大陆跟台湾目前是敌对的 为什么不能将中国排除以资金区之外 那为什么中国 会不会有政治因素的投资 对于主管机关来说 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我想这上面同样 我们本来就有入资 所以这第一个问题已经回答了 本来就 现在就没有排除 只是在业别上加以限制 那 中国大陆他来进行任何投资 不管在台湾或在示范区 他有什么样的考虑 本来就是应该是由我们的 刚刚提到的审核机制来监看 我认为会影响国安的 影响公众安全的 甚至影响什么供应链稳定的 这些都应该在排除跟限制之列 而过去经济部在审查中间 我曾经当政府委员的时候 我曾经主持过那些台湾条件事 那一确是他们列入主要审查的标准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其实对现在政府当然来说 我们确实认为我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特别的 当然是 所以我们在审查或者其实也跟其他的 所谓的外国就是不大一样 所以也由于这个特别 我们会更为小心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 我们有意识到这个风险的存在 但是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方式去审查 对 都在你讲的百分之百 对 你看我们在法条上面外跟路分开 如果听说外籍投资 我们几乎已经完全不设限 所以我们设限的全部就是在入资 就是可以认定它是一个 入籍资金上面我们做了非常多严格的现实 这点请大家真的要了解 是 接下来第五个问题 这位你刚刚有稍微痛触到 资金区条例目前还没有立法通过 那既然还没立法通过 意思就是说 还能不能做些些还不知道 因为如果人民透过立法院后来 根本就不通过了 那就不能做 对 那还不确定能不能做状态底下 为什么可以先修改 修改了没生效吗 通过了才会生效 生效条件是怎么写的 那他说你就是说 等资金区条例通过以后 我们才能怎么样怎么样 是因为对人民来说 他会有一个疑问 觉得说你根本就已经准备好了 你根本就 就是没打算说他可能又不通过的状况 你都想 我换另外一个角度 你这不行 他慢着要我们做什么事情 那我们这个事情准备好 得到这边通过 因为不通过这个东西白修了 如果通过了这事情 立刻可以上步 不是很好吗 不通过这头也不能做 所以所有行政命令都必须要等立法院审查 金区条例通过之后才有 都在立法院的监看之下 大家可以放心 是 资金区条例里面开放的项目是否经过审设 审核跟评估 评估 请说明一下这个评估跟审核的过程 并且我们人民要怎么样得到这些评估的资料 这上面有几种 有一些是大家一般习惯看到的 就是说我们说如果做哪些事情 可以因此产生什么效益 这个东西我们都已经有资料了 可我猜想他这篇题目要问的其实都是 就是说我们到底考虑了些什么因素 决定做某件事 我猜想是要问这个 这个审核评估应该是想的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当初在国发会规划中间的开放程度 范围其实更大 那为什么到今天出来是 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版本 其实我们在跟各部会讨论中 各部会都有许多顾虑说 这个可不可能影响到我们某些产业 可不可能影响到我们社会上 所以在内部中间的讨论中间 其实已经 部会中间都已经进到非常严格的把关责任 那个审核其实在部会中间 其实已经做到很大 然后中间已经消掉了非常多东西 然后在内阁会议的时候 我们也经过很多讨论 为什么我们整个推动中间 经过几次的周折跟修正 就是因为内部本身都有各种不同的讨论 甚至到了立法院 我刚刚提到的公经会 也给了我们很多东西 意见之后我们也决定在散纳 所以这上面的审核会注意到它可能的冲击 不是每一项都是用变化数据 可是它在实话上它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们是经过非常多次的会议 可是因为人民不会知道你们的中间的这些折冲 跟自我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纠结 那民贵看不到 就是他要怎么样知道说目前政府评估了哪些 那这些冲击可能是什么 考虑哪些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原来政府已经考虑了这些了 然后他们认为是怎么样 我们是有一份非常完整的就是影响评估报告 那这个东西我们也都可以公开的 在哪个在网站 在网站的网站上就可以找得到是吗 上面有个特别的 到自由经济示范区的地方 所以上面可以查到 是 这上面影响就是全面的评估 不只是在这个可能产生的利益上面 那最后一个其实是刚刚有碰触到一个问题 就是授权的问题 那他里面讲到说45%左右 刚刚提到有四季的那几个法律 有的是在授权的项目上都超过我们 那我刚刚提到的像食品卫生的那个法 贸易法 产创条例 他的比例都比我们这个太高 我们知道他只有43 他比我们太高 是 但是他会 没有错 可是他会担心的是说 如果真的某一个 真的不错的这个判断 那他觉得他 他不同意 那他要怎么透过 比如说可能透过立法计划 他要来 他要来监督要怎么办 通常立法的本来就是我就是 针对一件事情的主轴 讲理规范 这件事情要怎么做 打个原则性的规范 细部的操作一定要透过执法来执行 可是执法不是你定买 就搁在抽屉里面 或者对外公布 就是他要送立法院被查 立法院还是有最终的判断 所以立法院比如说像 目前的这个 呃 在开放项目啦 申请条件 设置地点 等等 所以如果 呃 所以如果 呃 立法院觉得这些条件他不同意 他 他可以退吗 他不是被查而已 可以退 他那样可以退 还是可以 立法院最大好 所以其实还是可以 透过立法院来监督这样子 并不是真的完全行政局外做的算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 空白水母跟你说明 过去的法力中有太多这样子的例子 那过去有这么多 包括高度监理的金融 都有这么多授权 如果没有适当的立法监督机制 过去我们的体制不可能放他过关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保险 好 接下来 这六个问题 什么 哇 但是长了 有关农业的部分 他的意思是说呢 会不会有 国外的厂商呢 以低价的外国原物料 在资金区加工 再倾销到国内的市场 如果会有的话 我们如何防堵这个问题 倾销到国内的市场 绝对不会有 使用原料 我刚刚讲过了 使用原料 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原料 台湾的原料 国际的原料 都可以来使用 自由经济示范区这个特区里面 是让我们的技术价值 在全世界来赚钱 所以我们有很多 不可能低价的原料 加工以后 又变成是我们的 这一个 影响到我们的市场 这个绝对不会 所以资金区里面 生产的产品 可不可以卖到我们的市场 现在是这样 如果现在我们就可以买的 现在我 大家耳术一想的话 发生酱 我们现在的发生酱 很多从大陆进口的 发生酱 是 我们的发生不能进口 是 那未来 发生酱可以进口 它从印度 从 这个 其他地方进来 在市场里面 做的发生酱 它还是可以进口 但是因为它的 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 它的税 还有营业税等等 它进口的时候 全部会物 跟国外进口一样 所以 事实上是没有差 我常常在想 你可以从大陆 买发生酱 但是 不能够跟台湾的 自由经济示范区 做的发生酱 来买 况且 这样子的 这个付税条件 都是一样的 在台湾的工厂 它很多 相当的产业就起来了 所以我这个觉得 就很奇怪 很奇怪 你刚刚说 我们可以跟大陆 买发生酱 现在就可以 但是不可以 跟资金区的厂商 买发生酱 现在大家的质疑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不可以 当然可以 不可以 对啊 零认为局 是一样的就对了 是遗憾啊 但我觉得 这个问题要 我觉得想问深入一点 就是说 我们之所以 会吸引人家 来自金区 设厂 它必然有一些 对这个厂来说 它 来自金区上 一定有些特殊的优势 不管是出税上的优势也好 在区位上的优势也好 或者我们提供了一些条件 那一定会让这个厂的竞争力变高 所以一个来自金区设厂 跟它原来在大陆的那个厂 它竞争力不同 会不会对台湾的这个 原来的企业在竞争上有些排挤 我们现在就在跟大陆买发生酱 就表示我们现在的结构里面 我们的发生酱是多足的 是 那到台湾来设了一个厂 我们从这里买 自然就减少从大陆直接买的这个量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很奇怪 为什么 在我们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 里面的加工品 我们都刻意上全世界来进口 但是就是在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 大家就质疑了 难道会把工作机会拿到国外去吗 在我们台湾的工厂里面就排斥掉吗 它还是要用全世界的原料在做啊 是不是这样 是啊 可是 不是 就刚刚讲 它之所以要来自经区一定是对它有好处 它可能因此成本降低 对我们也有好处啊 是 对我们的好处是 欸 就业机会啊 在这里做运输啊 在这里做一个很很重要的经济活动啊 是 这些东西都不要 好 我们把这个厂都移到国外去 我在这里要举一个例子 我昨天在在评论区 谈到这个 这一个 呃 而不是现在我什么都不要 然而我们好好的技术就被人原谅 送到新加坡 送到将来 中国大陆上海 如果有的话 又跑了 又跑掉了 东西自由化对农业伤害 可以说是有 但是你不自由化对农业的伤害更大 为什么 我们现在卖毛豆到日本去7%的税 泰国 中国大陆 马上就没有税 生产者在这里生产跟在其他地方生产 就是 近状期有个事 是 我了解 我觉得这个 会延续到比较麻烦的问题就是 对台有关这个产业跟台湾产业的竞争 有没有竞争的问题 因为有些产业 它是对台湾有替代竞争的状态 就是有些可能是没有 那 对于有替代竞争的状态的这些产业 我们看到 它在资金区会增长它的竞争 但是其实那是我们预期的效果 因为我们希望它来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利弊的考量 对 对 而且我们现在的形式的结构 你就是在进口这些产品 如果我们不做自由经济市产业 你还是在进口这些产品 你不可能就不进口 好 我们接下来上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都知道对于 如果 刚刚的问题的下一段 第二段就是 我们都知道对于可能受冲击的农业会有补贴 除了补贴之外 政府有做 对于因为资金区产生的农业冲击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配套 这个资金区里面 不会影响到我们农产品的产销 它是进来出口 进来加工可以进口的东西 在现在你就在进口 怎么会影响到我们的产销呢 这回答是跟刚刚前面的问题是一样的 还是跟利弊的考量 对啊 也不可能在地上上会就冲击啊 因为它在自由经济市场区里面 不在我们的市场里面 所以有没有特别新的配套措施 除了现存既有的之外 在这个是一个自由化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由经济市场区里面 不是全面自由化 是 全面自由化有可能是 这个影响到我们台湾的 直接生产的产品 所以才需要有一些补贴 其实现在是没有的 那未来 台湾的农业也不需要一直用补贴 我常常在讲 台湾的农业是捧着金饭卵在要关 为什么 技术什么东西都非常好 市场不够大 每一次就是要政府补贴 其实我们的年轻农业 就会说我不需要你补贴 你把条件给我做好就好 所以我了解